音乐的表达不止一种 梦想的方向 不止一个 不一样的音乐舞台 等待你的梦想 活力绽放 来吧 梦想之灯 即将为你点亮 我在这里等待 最动听的歌声 我在这里等待 你的纯真和可爱 得到奖杯了 我在这里等待 最具个性的音音 妈妈我爱你 音乐在你心里 梦想在你手中 点亮梦想 能与长大 点亮梦想 能与长大 接下来 简单登场的是姚欣 姚欣 我觉得你变化特别大 面试的时候 你是那样 现在是这样 你是减肥了吗 对 减了很多 减了很多 为了上节目 达到最好的效果是吗 没错 这个小家伙 模仿能力极强 最擅长模仿 行啊 来 来啊 有好办法 看 看 看 希望你能够带着这份 愉悦的心情 登上我们的舞台 争取 能够得到我们三位导师 同时为你亮灯 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 点亮梦想 等你长大 加油 加油 有请 摇心向场 啦啦啦 不着地 谁就奔向在马迹 小妹妹 吹着口气 夕阳下面的剑影 我用自担实际 揭晓换了风景 接下来 还 揭晓我自己 我虽然 吃个牛仔 再就把吃点牛奶 为什么不会皮丢 对皮丢上身体 很多人不得年纪 小长都看无期 吃手工占助说 什么 呀 比我忙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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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笑 我在各自间 别说话就不得了 就心里了 比我忙碌了 比我忙碌了 我虽然又一笑 又一笑了 谁就跟我我 今天需要我 你怎么得 厉害 哎呀 赶紧让我们认识一下 这个 这么忙的这个牛仔 到底是谁 评委老师好 我是姚欣 我很喜欢模仿 我模仿过熊二 还有百家笑谈 熊二 你给我模仿一个 我看看 好 我需要 月亮姐姐 都来配合我一下 我不会 很简单 就一句 就只要说一句 这是怎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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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梁阳 哎 有好办法 看 这次是怎么飞 羽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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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买羽毛 不就能飞了 像老鹰 像天鹅 像柏嘎 像什么 最后 像柏嘎 柏嘎啥呀 青的话 鸽子 鸽子 我也说 你配的这是 秋豆扁的熊二 我说呢 浓郁的口音 我都听出来了 那你刚才说 你会模仿什么来着 百家笑谈 百家笑谈 来 百家笑谈 谈笑古今 我看今天同学们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老师可以给你们变个魔术吗 可以 好 大家请看好 什么都没有 椰子 椰子 花 继续上课 你这模仿能力确实很强啊 腾老师 您给评价评价 我很奇怪 他唱歌的时候 你这个大部分都在这个降拉和发之间 这个六度 都在这个地方 但是只要是跑到发以上的 跑了两次二三次 上去就跑掉 是唱不上去 是不是 具体还是 对这首歌不是很熟 不是很熟 是吧 我觉得这不是耳头的问题 还是嗓子的问题 你要想办法 要把这一段就像练琴 或者练那个外语 难点一样 把这个抽出来单练 你试一下 谢谢了 现场就试一下 呼啦啦啦 火车底 随着奔腾的马蹄 小妹妹吹着口气 夕阳下面的剪影 我用子弹试剂 介绍换了风景 接下来换 只剩我自己 我虽然是个牛仔 才酒吧吃点牛奶 为什么不喝啤酒 被啤酒伤身体 很多人不穿眼睛 小长都靠武器 吃手空拳 就做成满意 你小声唱的话 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一放声 一下全跑 因为你刚才选的时候 上来表演的时候 你的动作太多了 然后你又 反不上气 你都顾不过来 对 气也顶不上 我都替你喘的 这要是我 我估计唱一半 我就唱不出来了 舞蹈的动作太满了 对 一满了之后 你就完全要顾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刚才你唱这个牛仔 也确实真忙 太忙了 我觉得你能把这个 这个歌唱下来真的不容易 我一直听这个歌的时候 我就从来没有听明白 中间那一段唱的是什么 中间轮也确实唱得 所以我觉得你把你的 舞蹈动作减一减 在不需要大量唱的时候 舞蹈动作多一些 需要你用心唱的时候 稍微把动作做小一些 减少一些 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觉得因为这首歌 选的叫牛仔很忙 所以他为了表现牛仔很忙 就设计了那么多的动作 符合这个歌的含义 我喜欢你这个努力的小男孩 所以我的选择是 但是咱们别让牛仔太忙 就能够唱得更好 所以我的选择是 点亮你的梦想 谢谢老师 让我 纠结 那我就支持你吧 点亮梦 谢谢老师 一般的孩子音不准 主要是耳朵 我再开始就说了 你耳朵没问题 非常好 但是你不能只满足一个六度的歌 懂吗 我其实 很想让你 但是呢 一般的这种情况下呢 我还是等待你成长 我们等你下次再来 加油小牛仔 谢谢老师 有请刘乐乐上场 那是一个秋天 我听到一声音乐 风儿那么缠绵 让我想起他们 那双无处的眼 就在那美丽风景 相伴的地方 我听到一声之响 针车山谷 只是一个夜晚 天上苏醒点点 我在梦里看见 我懂妈妈 一个人在世上 要学会坚强 你不要离开 不用伤害 我看到爸爸妈妈 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界 我愿为此前 走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想要紧紧 抓住她的手 妈妈告诉我 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天亮了 我看到爸爸妈妈 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界 我愿为此前 走一个美丽的花园 我想要紧紧 抓住她的手 妈妈告诉我 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他们笑了 天亮了 哎呀刘乐乐 你都把我唱感动了 谢谢 真好 你这么瘦 然后你的歌声 却这么有爆发力 你唱得让我热泪迎光 然后寒毛都竖起来了 谢谢 你起到了空调的作用 刘乐乐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嗯 大家好 我是爱唱歌 有萌萌打的 刘乐乐 嗯 你确实像个九岁的小朋友 是的 你刚才唱歌的时候 完全已经到达了十九岁的爆发力 哦 谢谢 但是我又感觉 他唱得很让我感动 是 所以我想提前为你亮灯了 不再这样的 不再这样 你都不听听我们其他评委的意见吗 反正我这个灯肯定是给你亮的 我一定要点亮你的梦想了 我们先请综合素质评委 陈诗珠 我这唱得让我很不耐心 我真的觉得我想不到一个九岁的小朋友能把我唱感 如果我们现在要是棺木考试 不知道他年龄 听他演唱 我觉得可以参加那个成年组的比赛了 哇 哦 对 这个女孩啊 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 咬字非常清楚 谢谢 第二 音准也很好 谢谢 第三 他到爆发的时候 他到那个高音的时候 到最激动的时候 包括指挥 一定要脑子里要有客观的一方面 要有冷静的一面 这个孩子就有这个东西 谢谢 他两次到高音的时候 他回来的都回得很稳 最后他唱到天亮了的时候 他等一下 档子调整一下 天亮了 我想要紧紧 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 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他们笑了 天亮了 你知道那个这首歌原来是谁唱的吗 韩红老师 对 韩红在315晚会上 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故事 然后韩红连夜写了这首歌 然后在315直播的时候 在钢琴上演唱 一边演奏边唱 当时我觉得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 但是有一点 你一定要记住 舞台上浮夸的这种台风 请把它剪掉 你的演唱已经是很完美了 不要有这种 特别那个爆发的动作 一下把人会从你的营造的那个情感中抽出来了 是吗 我不知道 你唱歌唱的那个情绪点的时候 你那个动作就这样了 是老师让你刻意的这样做 所以你成习惯了没有 不是 这是我自己 这是自己编的动作 你自己还编的动作 中国有一句成语啊 叫大悲无声 说的什么意思呢 当人特别特别悲伤的时候 其实是发不出任何声音的 你看特别高明的演员 演那种特别悲伤的戏的时候 他是内心的 淡淡的坐在那 内心的那种悲伤 一散发出来 所有的观众都会哭了 你看那个韩红唱这首歌 轻轻的一抚眼镜 很多人的眼泪就下来了 这个需要你文化和整个人的修养 到一定的程度才会有的东西 谢谢老师 乐乐你是知道这个歌的背景是吗 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你是知道的吗 我能理解这首歌 因为世界上爸爸妈妈的爱是最伟大的 因为有一次我和妈妈一起去学习 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 又下起了大雨 我就跟妈妈跌进了水坑里 这时妈妈把我举起来送到了岸上 但是很幸运 我妈妈自己也爬出来了 出来了的时候 妈妈也出来吗 我就抱着她放声大哭 心想 这个世界上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只要妈妈 还在我身边 我们好喜欢刘乐乐 我都已经表达完了 你都知道我都选择了 三二一一起来表决好不好 好 究竟我们能否点亮刘乐乐的梦想呢 三 二 一 哇 谢谢 收费乐乐 留下我随着我 是在你乐乐 谢谢 我愿为她牵挡 加油乐乐 好 加油 我想要紧紧抓住她的手 妈妈都说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之类 哈喽 哈喽 收费乐你好 刚才我在旁边仔细观察了一下 你的这个侧脸啊 还有这个四十五度斜角啊 特别像是一个当红的一个女星 是那个Angela Baby吗 好像好像啊 之前我有一次小的时候 那个我刚洗完头 然后我妈 然后我就这样弄着 然后就这样 然后我妈就 我姐就觉得我好像 点亮梦想 等你长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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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 都是热 上场 属队高 伙子 比风浓转赶 冰身描绘的末端 你如你如妆 让灯烫香透过窗 请使我两人 全只想走比只此可爱一般 红红色的黑暗 而过海的迷迷 雪烟鸟鸟鸟 像千万里 在平地书河里 放牵着的飘银 就当我为你见你不必 天晴着你 而过海的迷迷 月色被打抹起 拎开了结局 如船时的青花 紫色固紫美丽 你愿意的笑意 天晴着你 而过海的迷迷 月色被打抹起 拎开了结局 如船时的青花 品色固紫美丽 天晴着你 而过海的迷迷 你觉得你唱这首歌合适吗? 合适 我觉得这个歌不适合你 伴奏很多都在中上音区里面 你唱的大量的都在中下音区里面 所以我听你嘟嘟当当的半天不知道你唱什么 其实我们是老乡 讨清楚了 跟谁老乡 跟谁啊 老乡 跟你 跟我 不是出生在深圳 但是我妈妈是黑龙江奇奇哈尔的 我是哈尔滨的生的 我要认识你妈妈或者认识你们家的人 我听说你选这个歌我肯定不会让你选 这衣服可以穿 今天两个撞山了 我好配合你啊 两个青花词 两个青花词 没关系 你们俩的那个造型不同 这辆姐姐这个像是花瓶 你那个像是大海丸 我们今天能否为邹之乐点亮她的梦想呢? 我强牙心中的怒火 我们俩这么得罪你了 我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同意他们的观点的 我超级喜欢 侠不演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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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亮梦想 谢谢 我给予你鼓励 好 今天 月亮姐姐 不给你点亮梦想 我期待下一次为你点亮梦想 因为我还想让你在等你长大的舞台出现 记得我在支持你啊 加油 我还会回来的 我会必须加油 我知道吗宝宝 不要哭宝宝 有请张家乐上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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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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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那些动作特别好 一个侦察兵的那个感觉都出来了 唱歌最多做两个动作 摆一个姿势就够了 唱歌你还是一个字一动 一个字一动 动作也凌乱 唱歌也是根本上气 不接下气 而且最重要的是 整个的歌曲结构全散掉了 但这不是你的问题 来 究竟我们能否给张家鹤点亮梦想呢 小伙 你觉得老叔会给你按键吗 希望是能给 一百分 你觉得有占多少分能给你按键 一百 就冲你这份自信 老叔就不 给你按了 给你老姨了 我觉得你是东北来的小伙子 我觉得你今天的表现 我觉得你今天的表现是杠杠的 但是去掉多余动作 你会更加杠杠的 好不好 好 我给你鼓励的亮气 哇 现在老叔老姨都亮完了 该老爷了 我希望你回去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重新排练好了以后 再来一定会比现在提高一大块 我觉得你一定会 非常健康 非常成功的 希望你继续加油 好吗 老爷要等你长大 等你长大咯 加油吧 再见 接下来即将登场进行比赛的是 梅战风 听我们的导演说 在面试的时候 孩子的歌声给他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唱得特别的好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妈妈曾经也是一位歌手 我应该是遗传她的天赋 妈妈今天有没有在现场 有 是那位吗 来来来 你好 刚才孩子说了 说遗传了您 您这个歌唱得特别好一点 谢谢 谢谢 我呢 差两句 没准备要看 其实我和我妹妹呢 应该是90年代 是一个组合 其实我跟我妹妹在一起 搭档是最好的 要不我今天跟梅战风 搭档两句 来 我们搭档那个 离花油开放好吗 摇摇解拜的树枝 好吗 好好听那种 好吗 5 6 7 摇摇解拜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落在妈妈头上 飘在房车上 给我幸福的哭响 永生难忘 永生 永世如我不能忘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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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梅战风 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 点亮梦想 等你长大 加油 有请梅战风上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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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梦想在心中萦绕 就算偶尔跌倒 都不重要 我用我的汗水向明天温暴 我向着太阳奔跑 让我为自己骄傲 就算偶尔跌倒 都不重要 我用呼吸感受世界的心跳 我向着太阳奔跑 让我为自己骄傲 就算偶尔跌倒 都不重要 我用呼吸感受世界的心跳 我向着太阳奔跑 我向着太阳奔跑 有个特别励志的歌 这歌谁写的 这首歌的词是我自己写的 然后那曲是别人写的 我了不起的呀 我比较擅长弹钢琴 我从三岁九个月就开始学钢琴了 其实唱歌是我后来偶然发现的 我有这个天赋 你有这个天赋 据说你这个歌好像成为你们的校歌了 对 那选择校歌之后 你们学校同学现在全都会唱这个歌吧 应该是 有没有跟大家集体的这个编排动作 全校同学一起演唱的时候 我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就跟我那同级的同学一起唱 我向着太阳奔跑 我想着太阳奔跑 梦想在心中萦绕 看着你的表现让我想到了一句话 自古英雄初少年 谢谢老师 自己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样的呢 我比较喜欢自弹自唱 其实我今天还特意从广州带了一把合成器 合成器 那你 合成器 带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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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要做一个谦虚低调 对知识永远充满渴望的人 我为你 我为你 天亮梦想 这个男孩的唱歌呢 他不是特别张扬的那种 在这个年龄里边吧 他有时候这个孩子 他有点那个内向 不太好意思表现 但是他又有自己的追求 又有自己的想象 又有自己想做的事 我很欣赏 我 陈老师 和我们这个热爱音乐的 喜欢契乐的孩子 送上这个梦想奖杯 我会再接再厉的 争取在文艺方面和工作方面 但还有体育方面都要做 全面发展 我最皮美了 妈妈为你自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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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王家荣上场 是 I wait I wait Want you ready go Want you ready go 笑笑 大聲 生氣的寶寶大聲 狗們 笑笑 生氣的寶寶大聲 生氣的寶寶大聲 天空是綿綿的他 要算他想要要怎樣 生不吃帥太不錯 生氣小寶寶大聲唱 I hate you say Yeah 生氣的寶寶大聲 Want you say I hate you say Yeah 這些小朋友特別有活力 身體好 七歲啊 長得特別結實 你說平常吃的東西還很多 也敢唱 舞跳的也很活泼 但是严格的讲 你刚刚的歌唱 应该讲是说唱 基本上都没有音高的 回去还要练起耳朵 跟那个调要搭调 能吗 明白 如果选择了再歌再舞 这样一种表演形式 是一定要把呼吸练的 就是气息练得非常扎实的 不然的话 作为观众听到 你在舞台上 就是做广播体操 喊口令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全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会让观众觉得很累 没有了艺术的享受 所以气息还需要 再练得扎实一些 听说你还有一个本领 就记性创作能力特别强 真的吗 真的 月亮我也给你编了一首歌 你想听吗 八月十五月二明亚 我和爷爷大月亮 我听听你给腾老师 著名指挥家 你怎么给他编一个 豆热蜜蜜蜜蜜 弹钢琴 唱着歌 音乐快递 音乐快递 传地梦想 好 还好 接下来要扬灯了 究竟谁会为你点亮梦想呢 稍加练习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艺术人才 所以我 点亮梦想 谢谢老师 一上来我就非常喜欢你 月亮姐姐会 点亮你的梦想 谢谢 呃 腾老师希望你 呃 换一种思想方法 开始真正学习唱歌 我希望你在这方面能很健康的成长 董老师的选择是 继续会等你长大 我们希望在下一集 等你长大的舞台上 仍然能看到你来 好不好 好 加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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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周星辰上场 点亮梦 点亮梦自明 点亮梦自明 你是一代天窍无情的难道雷霆 这不是铁铁修精装剧 更远的怒火车 展风笑容 这不是这些雄心装剧 更远的怒火车 展风笑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还有多少异乡的梦 将自己俗路 来 让我们来认识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周星辰 我来自这项嘉欣 我今年12岁了 小时候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来到音乐快递 我足足等了5年才来到这里 然后我从铜嗓等到了变身期 现在是我变身期最严重的时候 然后但有幸的来到这个舞台上 然后我现在也非常开心 今天有可能我唱的歌不是特别完美 但是我现在已经原了我的梦想了 我特别想问你 你觉得歌唱 歌唱的本质是什么 以前同声的时候 我是想 歌我的声音这么亮 大家肯定会喜欢我的声音 但是我现在到变身期才想到 现在不能用以前方式来唱歌 然后我就经常听那些沙拉布莱曼 然后实力贼翁的歌曲 我发现他们的音并不是唱得很高 很亮 才是很好听的 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感觉来唱歌 然后打动观众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说到了点上 但你刚才在演唱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唯独没有听到情感 没有打动我的心 月亮觉得吗 其实我不是特别完全赞同你的 说实话 你刚才的表达 确实更加打动我 甚至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因为我想不到 一个12岁的小姑娘 能够对声乐 对音乐 有着这样大的一种感悟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也许五年前 你登上音乐快递的舞台 你都没有今天的感悟 正是因为你一直抱有这个梦想 一直没有来登台 而恰恰是在你变声期的时候来到这个舞台 你却悟到了唱歌和音乐的真谛 我觉得这是最最珍贵的 关于音乐方面 我觉得还是要请教滕老师 蒙古族的歌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草原上 一望无际的草原 天苍苍野茫茫 它非常辽阔 所以你听很多像东蒙的木歌 像是很多蒙古族的长调 像红艳等等这些歌 这些歌唱起来以后 让人的眼泪往下流 那种思乡啊 那种对这个草原的热爱 扯不断拉不断的 还有一种 就是刚才你们有这个因素 就战马奔腾 就像他拉着马头琴的 打着 所有这种东西 都是起源于这个节奏 都是起源于马队 刚刚我听你唱 你很有这个感觉 你中间用了很多真假声的变换 但你这变声期很不容易 而且你一懂的这种真假声的变换 就证明你还是很有感觉的 但是这个就是表现不出来 好 周星辰 今天能否点亮你的梦想呢 我为他这五年 和为他以后选歌 唱得更加投入 我鼓励一下 我也为你这五年 和今后的发展 给你鼓励的 点亮梦想 说实话 这个太难了 刚才你的 就这段故事 特别特别让我心里难受 就是我特别能理解 一个人等待梦想 去实现梦想 这过程 多么不容易 特别的打动我 但是虽然刚才你在演唱当中有个非常知名 就是情感 没有足够能打动我 但是 我决定 帮你点亮 我们三位 都是因为你对梦想的坚持 给你这个梦想的奖杯 而且我也知道变声期了 可能到下一次等你长大 也许你也没有机会登上等你长大的舞台 但是既然能等五年 我们还可以再等五年 加油 有请 谢宇凡上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你知道这个歌是谁写的吗 我只知道这个歌叫春晓 这是古剑芬奶奶专门为小朋友们做曲的 古剑芬奶奶 哎 古剑芬奶奶她非常非常了不起 我记得有一次演出的时候碰到古老师 我还说古老师您再写呀 还有那么多古诗词呢 但古老师特别难过的跟我说 写这些歌 我已经快把家都掏空了 实在是没有钱再弄这些歌了 哎 我才知道古老师自己自掏腰包 在做这些歌 对 所以我们应该给古老师鼓掌了 对 这一盘在有字的时候 唱的时候 咬字也好 音准也好 后边没字的时候就放开了 喇喇了 是不是唱后边就放松了 嗯 稍微有一点点 对 后边就有一点的 然后又用劲就大了 就别使那么大劲 就去后面 啦啦啦啦啦 就太使劲了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很道别的 这样就好听了 虽然声音稍有一点点大 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你的本钱 哈哈 有本事 嘿 我要为你点亮梦想 谢谢 今天月亮姐姐会 点亮你的梦想 谢谢 我现在要让你通过就很重要了 是吧 可是如果要是让你通过的话呢 后面的小朋友要有不准的 也得让他们通过了 所以我考虑我等待你成长 好吧 甜甜 我等你长大 谢谢甜甜 再见 谢谢 有请吹长鱼上场 妈妈开始教我学故事 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我慢慢明白其中的道理 就比你个懂事的好孩子 爸爸开始教我学习字 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故事 我一笔一花热针的写着 做一个正确的乖孩子 白日一山地 光河入海流 那这个黄河入海流 海流里边 他还有一个拐弯有个装饰音 唱得特别好 这么小小年纪能唱得好 他最后到那个兜唱不上去 但他坚持最后还是碰到那个兜了 就说明对小孩耳朵还好 就是我觉得表情不够好 你平时是不是是一个不太愿意笑的小朋友啊 不是啊 那可是为什么从头到尾唱这个歌的时候 你都那么严肃呢 不知道 感觉老师教完你这个歌之后呢 一按按钮 每次好就这样唱啊 就开始这样表演了 虽然脸上表情比较严肃 但是我理解 白日一山进 黄河入海流 这种哲理性的东西 他很严肃的对待 我觉得没什么不对 好 那我们就给你亮灯了啊 你想亮几盏灯啊 几盏东西 这个小朋友不错呀 我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是否能够点亮你的梦想呢 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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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亮